慢生活快娱乐 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我是橙子 台湾新二代于怨起 4月10号迎来了37岁生日 她今年这个生日没有蛋糕 没有派对 取而代之的是要在医院继续做化疗 连她母亲李亚萍都已经不记得 自己的女儿 这大半年来做了多少次化疗 于怨起自2019年 10月生下了二胎 确诊了直肠癌四期后 这大半年都在医院一直在做化疗 可惜情况依旧是不太乐观 癌症已经到了第四期了 身体多处长满了肿瘤 割除的速度始终赶不上新增的速度 医生判定她生存期不超过两年时间 但即便是这样 于怨起还是很努力的想活下去 所以在4月10号生日当天 她许下了生日愿望 希望能够陪伴家人健康生活到老 直到孩子不需要我为止 这也是令人心酸 于怨起的情况并不是很乐观 这已经不是与她有没有积极抗癌有关联 她其实很积极的抗病 完全是为了两个孩子 毕竟她的两个孩子年纪都太小了 女儿不到两岁 儿子才刚刚出生半年 她不想孩子尚未懂事 尚不记得妈妈 自己就已经撒手人寰 所以她依旧是坚持抗病 就是期盼着能够多陪伴孩子 一天是一天 但是现实是 在于怨起2019年产后一周 确诊了癌症复发后不久 医生就对她宣判了死刑 直言她的情况不是很乐观 当时就已经断言 她的余生不超过两年半时间 事实上 这大半年来 于怨起的情况反反复复 起初的治疗效果尚不错 今年2月还割除了肺部的肿瘤 进展都是很良好的 身体各项指标都在慢慢的恢复 然而在3月份 她在为即将做肝部肿瘤切除手术前 做准备时又被确诊了 身体多长了几颗肿瘤 其中一颗是恶性的 还长在了淋巴上 于是肝部肿瘤手术被打住了 目前全力治疗淋巴肿瘤 以如她现在的情况而言 未来的情况或许就是这般的反反复复 看到于怨起那么坚强 很多人都不断为她打气加油 不过回过头来说 于怨起变成今天这样 或多或少都与她对身体疏忽照顾 有极大关系 于怨起是敏感体制 2014年就已经患过职肠癌了 当时只是第三期 在她的努力下 最后癌症治好了 之后她也有积极的复查 一直到她结婚怀了第一胎后 她开始放松警惕没有再复查 之后在一胎出生没多久后 又怀上了二胎 直到二胎出生后 做了例行身体健康检查 才发现患癌了 除了不复查外 其实以于怨起的身体情况来看 她本来就不应该再怀孕 毕竟是患过癌症的人 结果她还是不只是生了一个 而且是接连怀孕 在当时怀上二胎的时候 她的丈夫还兴奋地表示 还要再生三胎 一家人完全就是被喜悦冲昏了头 包括她的父母都没有考虑到 她的身体状况 在于怨起却诊了之后 一家人都懊恼不已 她的母亲李亚平 每一次提及于怨起的情况 都是以泪洗面 却又爱莫能助 只能再不断地加油打击 而她的丈夫一再表示 若是知道她身体有状况 绝对不会答应她要二胎的 可惜人生不能够重来 没有那么多的假如如果 事到如今也只能接受现实了 而于怨起本人对自己的情况也很清楚 为了孩子只能够继续坚持继续努力 4月10号 于怨起迎来了37岁生日 这一天她在化疗中度过 没有欢声笑语 没有生日庆祝 只有化疗带来的痛苦 以及一肚子的苦水 不过她还是给自己许下了生日愿望 希望自己能够陪伴家人健康生活到老 直到孩子不需要她为止 事到如今也无法再去追究到底是谁的错 尽管怨起的丈夫乃至是父母都不断自责 不应该让她冒险生下二胎 但自责也无法让时光倒退 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接受治疗 有过抗癌经历的于怨起很快就调整了心态积极抗病 这大半年来她先后经历了十余次的化疗 接受了一次肺部肿瘤的切除 起初的进展都非常顺利 但是终究于怨起的癌症已经是第四季了 切除的速度甚至赶不上生长的速度 在早期于怨起即将要做肺部肿瘤切除手术的时候 她身体又再度生长出了好几个肿瘤 其中还有一颗是恶性的 于是整个治疗计划全盘的被打乱了 而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治疗 情况一直都是不太乐观 而且这个愿望如今对于怨起来说是相当的奢侈 因为她现在的情况一点都不乐观 以怨起母亲李亚平的话来说 这半个月做了几次化疗之后 情况都没有好转 癌症指数还是居高不下 所以进一步的治疗都无法继续 只能够继续化疗 另外李亚平也曾经对外公开过 于怨起如今那么坚持 完全是为了两个孩子 若不是因为孩子 她早就想放弃了 毕竟已经不是不可能治好的病 而且在治疗过程中的痛苦 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真的是天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于怨起目前的情况真的是令人一言难尽 五年前的2014年 当时只有31岁的于怨起 就已经被确诊患上了直肠癌 她被发现这个病的时候已经是第三期了 为了治疗这个病 她几乎是吃尽了苦头 经历了开导手术以及12次的化疗 忍受住了各种因为病痛带来的折磨 好不容易被治愈了 这对她来说就是重获新生了 本来她就应该要格外珍惜这种重生的机会 在之前两年就很积极的定期定时的去做检查 不过自2017年她怀孕了之后 她就放弃了去做检查 她担心检查会因为服射的关系影响胎儿 2017年年底于怨起生下了女儿 按理来说在生产之后 她就应该继续检查身体 可惜她并没有因为这样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 生下了女儿不足一年 于怨季有了二度怀孕 也就是说她有两年的时间 都没有去复查自己的身体了 孩子以为已经平安无事 当时她还因为怀上了二胎 表示窃喜不已 因为于怨季卵巢天生不正常 受孕几率很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都能够怀上二胎 对她来说就是奇迹 然而这是奇迹也是悲剧呢 哪想成磁肠癌复发了 体内更有着八颗肿瘤 不过于怨季为了女儿以及儿子 积极地配合治疗 经历了九次化疗 终于得到了缓解 这其中受罪的并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 一颗肿瘤 尚过能够折磨人折磨得体无万夫 更何况是八颗呢 病情得到缓解之后 于怨季上个月11号再次入院 动刀切除肺部肿瘤 以及部分的肺炎 哪曾想在检查的过程中 再次发现五颗肿瘤 如此情况真的是让人难以接受 不过于怨季为了儿子以及女儿 通过社交网再次表示 将接受第九次化疗 而原本将动刀切除肺部肿瘤 以及部分肺炎的手术也将搁置 饱受肿瘤的折磨 真的是让人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能看到在发出的照片中 于怨季怀里抱着去年刚出生的儿子 女儿依偎在身旁 虽然那脸色非常的苍白 身体也很消瘦 但是脸上一直保持着淡淡的微笑 仿佛看着眼前的孩子就有了生的希望 不仅于怨季本人命运坎坷 他怀中了儿子 在出生之后也被诊断出了先天性的心脏病 他曾经在社交上号上说 在儿子刚刚出生的那一瞬间 他看着他身体 发出微数的哭声 他真的非常想要去拥抱他 但是却因为心脏的原因 要被马上去到病房进行检查 自己病情的复发 儿子被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 母子二人还未见面 就被病房无情地割开 对于36岁的余怨季来说 他承受了太多了 毕竟多次之后终于解脱 没有想到万里长征仅仅是第一步 对于余怨季来说 心情自然十分沉重 不过余怨季并没有因此变得消极 反而不忘邦当时正在与病魔对抗的 刘真加油打击 称母亲们都是非常坚强的 希望刘真老师能够早日康复 其实两人的遭遇多多少少都有些类似 余怨季是在诞下儿子之后癌症复发 从而牵连出了诸多的病发 而刘真虽然是因为接受手术从而导致的 但早前爆料他之所以选择动手术 是因为为了想要给老公新龙生个儿子 刘真的丈夫就曾经在社交账号上透露 妻子就算卧床不起 在听到女儿小雪之后仍然会流泪 能看得出来就算是倒下了 在她的内心深处也放不下孩子 这两个女人一个因为孩子有了生的希望 另一个就算是病床上情况不明 心里时刻惦记着孩子 余怨季体内再次出现五颗肿瘤的情况 媒体也是随时致电了余怨季 母亲李亚平证实了这一消息 并说到她体内淋巴长的那一颗恶性肿瘤很顽强 因为淋巴很容易跑到全身 接下来只能够继续化疗观察 要先处理淋巴部分才能够开始开肝的手术 除了确认女儿病情加重了之外 李亚平还说到余怨季这段时间与预期的状况 因为化疗有着巨大的副作用 随着女儿每次都是狂吐 痛苦到甚至想放弃治疗 但只要一想到还有女儿和儿子 这才坚持了下来 每次化疗完的余怨季都坚持下床走路 期待着能够战胜病魔 有着如此心态 想来未来不久的时间 一定会战胜病魔的 毕竟她还有诸多的任务没有完成 然后逮捕的儿子以及孙子 刚出生的儿子以及女儿都非常需要母爱 如今只能希望一切能够顺利 稳定住病情 早日回家与孩子重聚 不得不感慨母爱的伟大 为了孩子 他们一定能够撑得过去 对他们有话想说的小伙伴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喜欢的请加关注 感谢你们的支持